为什么你的抓拍弦技巧总是无法弹出干净利落的声音呢 要不然就是琴弦抓不准 要不然就是拍不响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面的动作要领 OK 首先我给大家提供一个上帝视角 这个角度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一根手指接触琴弦 然后我们先学一个简单一点的抓拍弦技巧的节奏型 总共有四个动作 左手先一个C和弦 第一个动作波响五弦也就是根音 第二个动作用这三根手指 抓响一二三弦 一定要注意这三根琴弦的声音要同时发出来 第三个动作用手指拍打琴弦 发出啪啪的声音 我们在拍弦的时候需要注意两个动作要领 第一是用这三根手指拍打一二三弦 但是一二三弦的声音比较小 第二个动作要领就是用大拇指与食指并动 在一起拍打四五六弦 OK前三个动作连在一起 拨抓拍拨抓拍 第四个动作还是抓拨抓拍拨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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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想最后一个抓弦能够抓的准 那么咱们第三个动作一定要用这三根手指给它敲在一二三弦上 第四个动作顺势往上一抓就可以了 怎么样铁坤抓拍弦技巧的动作要等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正在学习节的一定要关注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跟着我学习的其实很简单 咱们明天见